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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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歡迎收看這一期的 老師推車 今天要推什麼車 你猜哪一台 這台是2007年的 馬自達3五門 日本原裝進口 鮮貝版 2007年那個時候已經有 國產的馬自達3了 那為什麼我把這兩台車放在一起 首先你會以為這個 兩台車長得一樣 可是你認真看喔 水箱護照好像不一樣對不對 錢保險桿其實也不一樣喔 再來你看這引擎蓋這邊的隆起 這只有兩條線而已 所以光從車頭你就可以看出其實不太一樣 再來這個大燈的弧度也不能用 弧度也不一樣嗎 但是呢 除了這個外觀上的不同呢 其實我們如果遇到問題 底盤的大多數的零件 保養維護都還是可以用國產 它當初只有在2007年跟2008年的時候 出了一批 它這個叫做馬自達3的2.0 Sport 可是它在日本其實不是叫這個名字 叫做這個 馬自達3 Speed Azera Azera是當時是配這個2.3渦輪增壓的引擎 你有沒有發現2.3渦輪增壓這個很耳熟 就是我們之前介紹的CX7 260匹馬力的 同一顆喔 一樣的同一個 那我接下來介紹這個兩台的外觀 除了這個外觀板件其實都不一樣以外 它的輪子也不一樣喔 當時的Sport進來 它就已經搭配了這個很漂亮的一個 17吋的一個鋁圈 215 45 17吋的鋁圈 這個數字狀的鋁圈喔 感覺有一點像我們後來的這個Focus有沒有 好像是三代Focus 好二代就有了 就有一個數字狀的 那這台車因為是已經回來上架 我抽測出來的 邊介紹我還是要邊怎樣 邊尿一下它這台車的 到底還有什麼東西沒有整備完成 等一下如果被我抓到太多 你知道誰會出事嗎 誰 阿翰 店長阿翰就剉賽了 因為我們的車要上架 要整備到一定的標準 大家不要以為我們只會 尿人家新車怎麼樣好不好 我們為了堅持平管 自己人也是會尿一下的 首先你看我就看這邊 爆出來了有沒有 要敲出來了 對你從我這邊拍更明顯 然後我開引擎室教大家看一下 這台車我記得喔 我當初這個進來的時候阿 車前方有小小的碰撞 很久沒有教大家怎麼看二手車了 每天都在推車 偶爾也是要長姿勢一下 看小姿勢 今天讓大家長姿勢 看到這一集 看到賺到 你看阿這個引擎蓋 它掀開是連水箱護罩一起掀開 它是不是一起掀起來 水箱護罩一起掀起來 嗯 那國產的你看 喔 不一樣對不對 對阿這引擎蓋 所以這板件不通用喔 它水箱護罩留在原地 掀起來我看一下喔 我跟妳講 這台車在某某鑑定書上面 它上面是寫引擎蓋更換 所以有換嗎 沒換 第一個喔 雖然掀開它螺絲有轉動 它這個白白的 這裡也白白的 好第二個 它這裡封膠也有 通膠我用指甲按壓也是硬的 第三個原廠貼紙還在 第三個原廠貼紙還在 第四個原廠條碼也還在 車身號碼比對 車側的號碼也是一樣的 原廠的這個烙印都有 還有 最後一個 我剛剛照這裡面的底色 不是黑色的 裡面的底色是灰色的 所以這個引擎蓋應該是原廠 沒有換過 但是它有拆 就代表什麼 它有調整過 甚至有可能板經過 可是我看這個膠 也都沒有被挖除的痕跡喔 因為你如果要板經的話 膠會被挖除 understand 不管認證書上面說 這個引擎蓋是換過 但我認為就是沒有換過 剛剛為什麼會這樣 可能它覺得血嚴重一點 比較保險 可是這樣很棒 你知道嗎 大家都認為它已經開換過 那些 不懂得 看車的人看不懂 都覺得有換過 只有我覺得沒換 我就把它買回來 沒有競爭者的狀況之下 我是不是可以買這個品 有沒有知道 就像一個女孩子 我又要講這個了 又要女孩子了 不要誤化女性 以下 你要旁邊幫我用嗎 以下是開玩笑的 你知道像吳中憲 旁邊都會被 要說愛開玩笑 亂開玩笑這樣 感覺就是免責生命 你懂我意思嗎 不要不會被炮 會不會懂懂 這樣一個女孩子 大家看她說 戴個眼鏡這樣 有沒有 醜醜的 我是常在鼓勵大家做這種事情 找璞玉有沒有 搞不好是不是 有名氣 名氣你知道嗎 史上最強兵器 遇到名氣的時候 哇 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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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ㄎ 那既然它這沒板過 就代表它 不知道哪裡有 有蹦蹦蹦 對 來我看一下 你看它這個螺絲有拆線 葉子板 好 那這個再來 我們的習慣就看這裡 因為這個是引擎的結構體 它這個我們看起來是沒有 沒有噴漆 沒有板經過的 因為它很滑順 漆也都跟裡面的漆是同顏色 同個年代 同個時代 我第一眼我覺得 一定是在這個以外 那一樣 貼紙也還在 號碼也對 所以我要照一下裡面的顏色是 什麼顏色 黑色的 這個換過 但是你看喔 看貼紙有沒有一定準 那也是後來才貼的 就貼回去 我記得我以前有講過 有一些這個條碼是一張 掛了就沒了 但是我記得馬斯達福特匪生信 再來看這邊齁 這邊一樣三顆都有轉動 這個不是黑的 所以這個沒事 代表什麼 這邊沒事有調整 這邊換過 我們的碰撞 當時的碰撞可能偏那一側 偏左 對那邊換嘛 好 接下來我們就看這一根 這個水箱支架 有根換的 你看這螺絲有拆 你看這邊也有這個板經的痕跡 水箱支架很簡單 有沒有換就是看兩邊那個縮點 這螺絲媽的不緊拆還換過 來這個又是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以前喔 水箱支架如果有換嘛 都視為結構 可是現在後期的車子啊 水箱支架被判定為一個 可以被更換的零件 差異就在於有沒有螺絲 一台車上面喔 像葉子板 它有設計螺絲可以拆換對不對 就代表什麼 它本來就是設計可以更換的東西 所以就會被斷定什麼 消磨骨 水箱支架以前的設計是 直接焊死在這個結構上 一體成型 一體成型 所以你要換水箱支架就是要怎樣 切 然後這一邊再切 整支架子起來以後 再燒新的上去 所以你有切、燒、焊、補土、噴漆 在結構體上有做這些事情 那就是什麼 試骨 但是後期的車子 它已經不把結構仰賴在這個東西上面了 它仰賴在其他的地方了 它設計螺絲的狀態之下 它就會被視為可以更換的東西 好那我剛剛看這裡面也有一點點板金 所以當時應該是類似在這一側 好那涼沒事我剛剛看過了 涼是ok的 其實我買進來的時候就看過就知道了 現在是跟大家再分享一下說 這台車當時是這樣的狀況 好那後方你看它屁股也有做一個這種 小爆龜的折線有沒有 好看一下後車廂齁 那後面我也講了 上次也講過了齁 那時候跟CX7一樣 這種紅白尾燈它還做了黑子 比較可惜這沒有雙豬微光 那時候還不流行 好後車廂就這樣 沒什麼好說 跟Focus差不多 我看一下這個裡面內裝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座椅有沒有 這我之前講過我很喜歡這種融褲的座椅 比較年輕運動感一點 但是就是比較容易髒 比較難清潔 那方向盤什麼 其實我覺得整個中控的成色 也都跟當時的國產的馬山差不多 差別在於它這個四條 那時候國產馬山這邊都是做鋼琴烤漆黑色的 但它這個是做銀色的 這就是小小的差別 然後那時候講說這個有沒有 潛望式 我有去看了 我有做功課 我現在都要學華麗的詞彙 好不好 它當時還是比較特別 它這邊有一個這個 有一個螢幕 那是螢幕 也是G的啦 好看一下後座 給你們看一下 大概看一下就好了 沒有什麼要介紹的 來 一個拳頭 好小喔 為什麼我會駕到這個車 其中一個原因 我講一下 當時它新車是賣79萬 其實9萬買一台日本進口馬山 在現在 現在買不到 哪裡找 你連它仙草都買不到 2007年 距君13年前 它已經有6個安全氣囊 而且它的6個安全氣囊 有4後座 後座在哪裡 這裡啊 其實我坐在後座這個位置啊 我會沒有安全感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車一旦spint打滑 被側撞 撞到護欄對不對 我的頭一甩就是中這個 吸柱 直接中吸柱 就G了 所以其實吸柱是很危險 所以當時在那個時候 2007年的馬山2.0S版本的啊 你知道嗎 只有單安而已 就一顆而已 單安而已啊 你以為咧 但那時候要最頂級型的 才有雙安 最緊鋒也雙安而已 第三個它還有DSC吧 車身動態穩定器 不過像這也沒有 這個就是我常講的 默默的 其實二手車市場有很多類似這種 很經濟實惠CP值很高的車 你並不是說 就是好像意思就是窮人 我們就一定要開比較不安全的車子 這跟大家分享 等一下車上慢慢聊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出發了 好不好 讚 有沒有 第一個他媽的 我就看到什麼你知道嗎 暗間已經陽燈亮了 欸我先看一下這很帥 那時候馬山的燈真的是帥 有沒有 它現在車的燈都用紅色 橘紅色 有沒有覺得很像仿號敵 我跟你講顏色就那幾個而已 紅色黃綠藍電子就那些 三原色就那三個而已 三原色是哪三原色 RGB啊 RGB什麼意思 紅色藍色綠色 設計科目 有念字幕喔 知道喔 不是 游泳比賽不是這樣 他做什麼你做什麼 啊你能做佛跳牆 人家不能做佛跳牆 可以嘛 或者不要講人家訪 沒有人家就是選的紅色好不好 還不錯 哪有質感的 剛剛講安全氣囊燈亮 來我順便在這邊看小吃 他媽 長姿勢又來了 先講一個 燈亮基本上我們就認定 很多人第一個很多人會問我們說 小吃哥我如果買十幾年的車 不是很多人說什麼超過十年 什麼火藥包超濕什麼就不會爆了對不對 如果我買他的二手車超過十年了 我怎麼知道安全氣囊燈會不會爆 首先 只要他安全氣囊燈沒亮 我們都認定他是會爆的 到目前為止我真的還沒有遇過人 買二手車的人 真的把炸藥包 怕他受去延長換型 我還沒遇過這種人 因為費用太高了 二十年以上我們也遇到很多那個 車友啊 車禍啊都還是照報 只要他安全氣囊燈是沒亮 除非你是被接掉的喔 那個又衍生電外塊 我們就在這邊不多講 下次我們會做一集專門的視頻 來說這個 來講這個安全氣囊燈拿掉的問題好不好 其實我跟講我們遇到很少在換安全氣囊 第一個方向盤裡面有一個時鐘彈簧 就是你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他要去偵測那個方向盤的位置 跟氣囊有沒有連續作動 那如果時鐘彈簧跑掉了 你可能轉一轉他就不接觸 接觸不了他就這樣子 第二個很多人不知道 有一些進口車有這個坐墊桿之氣 你人要坐在上面安全氣囊 他偵測到有人坐在這個位置他才啟動 那是比較高先進的車才有啦 不一定每台車都有 第三個就是安全帶扣 他偵測拉縮 啟動炸藥包 所以很多車事故發生 安全氣囊爆之後 連同你的安全帶扣都要換起來 安全帶基本上跟螳螂一樣 做完一次愛就要被吃掉了你知道嗎 趕緊鬼 對啊 媽的 這個一生只能打一炮 網友都說看小事會增長莫名其妙的姿勢 昆蟲都有 好 我怎麼會講到螳螂 安全帶扣 他拉一次啟動 這個安全帶扣就是要換掉 他就失效了 好不好 跟大家分享 再來一個就是這個安全氣囊的電腦有可能 所以大部分我們遇到安全氣囊燈亮 我們一定會先從我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慢慢插起 通常在這些過程中 就會把這個燈處理好 所以最終都不是安全氣囊本身壞掉 但是阿翰死定了 哈哈哈哈哈哈 幹了 一台車要慢走 安全氣囊燈亮沒有處理 好好好好 先分享我們試車啦 分享完 欸 我跟你講以前的車是這樣 一上車有沒有 幹哪一大堆要 電視盒的啦 這個螢幕的啦 這個是導航 你看這是導航設定 導航選單 導航的哪 螢幕啊 他就壞掉了 同一個 這裡有個MIDI可以按 有沒有 MIDI 不理我啊 壞掉了 所以正常會自己翻起來 對 他正常是會翻起來 有沒有 這邊就有一個螢幕 以前流行這種伸縮的 有的是這樣 有的會從這邊哦 這樣 啊啊啊啊啊 憲起來 有沒有 蠻帥的 我跟你講那最白癡 你知道為什麼 當他說在裡面你要盜舌水 你還倒擋 然後你要等他 乾了 我都不知道盜到哪裡去了 你知道嗎 好 那真的是沒辦法 次代的眼淚就是這樣 那時候盜舌水零都是這樣 然後他這個也很有趣 你看他這個 他這個你只要轉 然後它就會動 然後你轉的話它就會往左轉 往左轉,往右轉 哇,很酷 酷啊 喔,這個那時候是四速的手自排 你看這是什麼你知道嗎 那個是導航的天線 導航的感應器 它都沒效啊 我常常在講齁 很多車商,你去看車啦 二手車有沒有 跟你說配備有什麼安卓機啦 上面影音系統,倒車顯影啦 有的沒的 影響,音響,改裝 對不對,近10萬,有沒有 你知道喔,你要記得喔 要是我,我會問它什麼你知道嗎 我會問它說,你按東西改多久 你用多久了 你知道,你現在電子產品啦 我講難聽一點,二到三年啦 不要說它壞掉啦 反應也變遲鈍了 所以你有時候你要去買二手車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把這些電子儀器產品 被認定是要加錢購買的樣配備 不行 你跟我講的也是舊的啦 對不對 你把它加個螢幕 你要加我一萬兩萬,我怎麼要 然後這台車我現在開起來啊 它真的加速我覺得 這個比翔翔重的快滿的味 但是這很吵,怎麼發現 貴苦拉這位置會叩叩叩叩 蓋不起來啦 啊,有沒有 這彈苦拉會這樣喔 我最常用這種聲音 所以我會想到一個方法,你知道嗎 我會想到一個方法,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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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底盤,好像是一個福特的系統的底盤 但是喔,我覺得這個開起來轉向真的很棒 而且啊,我要贊許它的避震器的設定 它這台車避震器的設定很好 它轉彎非常有支撐性 但是啊,它過坑洞卻不會給你那種很不舒服的彈跳感 但是我覺得它的一個問題發生在什麼,你知道嗎 上高速公里 它這個四速的手指牌 雖然它的問題比較少 也比較傳統 但是呢,你上個高速公里 會非常的明顯高 所以感受到,說這台車應該油耗不會是 它這個喔,我現在 像我們四檔啊 我開到100指數嘛 它的那個轉速都差不多3000轉 所以喔,這個車 我覺得它設計的轉速有偏比較高 那據我一些領驗 還有一些車友的反饋喔 一公升你如果是去加上這個平面這樣開 大約 那要到十公里是有困難的 大概8、9公里左右就有困難 那我感受到,我覺得它這個輪噪聲應該是白映在輪胎 這個輪胎的狀況比較不好 你有沒有聽到輪道聲 紅紅紅紅 對 這個輪胎可能已經不行了 可能也是要換 但是你看它過那個伸縮縫的時候 那個彈跳是非常精準的 框框 結束 框框 結束 不搖了 但是它又不會讓你跳起來 吸收地面的震動吸收得很棒 很多車為了要讓你好像感覺過彎比較精準的 開起來比較靈活 所以它反而把避震器弄到 你在過坑洞處理碎震的時候處理也不好 你連那種很細微的震動都可以感受到 那就太過於明確 你可能在開賽道的時候很爽 飆車的時候很爽 可是它就不適合用來日常使用 所以我們今天推薦這台車的原因是 它是一台CP值很高的代步車 而且坐這台車人肉偵測器沒有發出警訊 代表坐起來舒適度是OK的 我以後就這樣就好了好不好 我就開台車回去 然後人肉警示器有講 然後我們就拍 就說這台車不好坐不舒服 人肉警示器沒講 我說這台車好舒服 很適合身座 有沒有 直接讓他飆乾 因為我老婆是那種 他不在乎那個車子品牌 沒有雞花你知道嗎 雞花就說 哇你這Porsche的 哇好舒服好棒喔 有沒有 我老婆不是喔 他最喜歡坐的車 我常常講是老虎子 哈哈哈哈 媽的 我就說你這個 出身這麼發窮人命 哈哈哈哈 是不是這樣 那當然你覺得這種女生 是不是必取 對 必取 等一下你想要挖洞給我跳 是不是 你現在已經他媽的翅膀硬到 可以挖洞給老闆跳就對了 對不對 就是他這種 不會雞花的 對不對 現在這個車 在市面上收購價格 不管他是07或08 對於他的收購價錢的影響 其實不大 那主要的這個收購價錢喔 影響會反映在車框的里程上面 我們今天這一台 是跑14萬多公里啦 那如果07年或08年這個 五門先被進口版的馬三 收購的價格 大約會在15萬到20萬之間 那賣出來價格會在25萬左右 也許有很多人會覺得貴喔 可是你要換一個角度想 你現在你在市面上 買一些2.0S的國產馬三 單安喔 單安沒有循跡繁華喔 你要買07年的國產馬三 你都要買到將近20萬 那待會我問你 如果是差5萬 你要買5門還是10萬 5門呢 對不對 應該是再白癡都會選吧 六個氣囊 循跡繁華 5門的數量又少 那坦白說我剛剛還是講大概一重點 你不要撞到 你不要撞到 好不要撞到的情況之下 這個車基本上開起來 維護起來 不會比國產的馬三 能歸到哪裡去 而且稀有度 稀有度還反映到什麼你知道嗎 保值性 你越稀有 這種日歸馬三越到後面會越保值 我就舉一個例子就好了 你現在車況好的這個 以前那個TierraLive 那時候有個叫Isamu 有沒有 我們那種大霧燈的 有沒有那廣告就 喔元気ですか 有沒有 有沒有那一位印象 啊幹那廣告應該不知道的 突然出生欸 那時候他們那個馬斯達在拍 電視廣告啊 都要弄得很像日本 都要講日文 Mazda Sing Banjo 真的媽的 我 你沒有試圖有一點要理解我的那種感覺嗎 有 我講那麼東西 你到底有沒有試圖在理解 啊你剪片的時候去理解一下 好不好 我會去查好不好 對以前那個 有元気ですか 有元気ですか 對以前那個馬斯達廣告 他就是他弄得很像 日本胃很重那種感覺 那我以上不到現在 如果你照顧得很漂亮 那個車的保持心就 會很好 而且他這一款車我認為 他現在價格到這一個 20萬左右這個價格 收購價15萬左右 那賣出來20幾萬這個價格 我認為 他後面要再調價的空間很小 所以呢 這個才叫CP值 我常跟大家講 我們不是在鼓勵你 說 哎呀小四有這個車快來跟我買 不是 我是在告訴你 二手車有什麼 很有這個CP值的選項 可以讓大家去做一個考慮 然後呢 他比較 我覺得要去比較 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沒有電折後事情 這沒有電折 這沒有電折好不好 國產有車嗎 國產的後期有電折 前期沒有 所以 我覺得他應該是可以改 一定有車有改啦 然後沒有電折後照鏡 然後這個底盤隔音 感覺沒有這麼好 然後再來一個是 它那時候 你在拍那個漆 等一下喔 觀眾朋友在最後節目結束的時候 你可以去看它那個漆 它那個漆是有一點點的變色龍 那種銀色烤漆 所以馬自打從那個時候 就已經在玩這個漆的顏色 最近幾年流行的魂洞紅是連這樣 我覺得這一點倒是還蠻特別 你很少聽到 遇到有車場在玩這個漆的質量 不是只有玩顏色而已喔 你知道有的是玩顏色 上面突碰 上面烤個黑的什麼有沒有 那是在玩漆的顏色 跟它的噴的地方對不對 可是不是啊 它這個是在玩那個漆的質感 所以一台車子 它的折線 它的漆面 會讓你開在不同的地方 會有不同的感覺 你有發現在夜店看女生 你覺得 哇 每個好像都不錯 要不要去露夜店了 改天叫泰山帶你去喔 泰山會不會叫我去 他帶你去背霸 哈哈哈哈哈哈 馬上見到我的哏耶 不然知道 不過它這台車的重量 我記得沒錯的話 1300多公斤 它比國產的馬山還輕了20公斤 不知道輕在哪裡 但是很神奇喔 它的那個避震器的設定 因為它是support的嘛 所以它其實避震器 主你設定跟國產的也不太一樣 所以你雖然有一些東西 你可以流用國產的東西 但是你如果說 你去換國產的馬山的避震器啊 我相信它的這個抑震效果 跟它開起來這種運動感 可能會比較薄弱一點 這個車回來讓我代步 我是會願意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車開得很輕鬆 不是我常在講喔 我們 可能我們也是 窮人命啊 其實對我來講有沒有 你看仙草 仙草回來那麼久我都不開 我不是怕理程度上升太快 我們要避震他 你不要 阿賴你不要那個 好像我又要避震他了 沒有 我是在講說 我覺得開新車會有壓力 出去 亂停 你又怕被人家A到 被人家嚕到 被人家撞到有的沒的 你也不敢亂停 然後 你看它在那邊淋雨 你又好像捨不得 對 像它Ice有沒有 停電廠不用鎖 被幹的也十幾萬了 十幾萬也很痛 那我覺得它爬坡算很輕鬆 我看它現在檔位一直顯現在三檔 那時候 馬自達它沒有設計什麼support按鈕 所以它也沒有什麼support 你了不起就是把它搬過來 變成手自排 它這個車開起來算有路感 所以我覺得這台車 它除了你可以代步CP值很高以外 那150匹馬力我覺得也算是現在滿主流的一個馬力速了 那除了耗油一點點以外 那安全性我覺得對於前座或後座也有所提升 像很多人不知道齁 六安有分位置 像SS4的六安是針對前面的乘客 它就是前面兩顆 側邊兩顆 壁柱也兩顆 六顆都在前座 那有的是有七連的 有的是沒七連 像造型只有的一半都不是七連 但是呢 我覺得它是一個方向機 或者是這個方向機的拉桿 這也不行 這又被我抽查到 方向機拉桿的看有沒有問題 你看啊 我現在不要浮方向盤過坑洞 你看啊 我現在過的坑洞 方向盤轉 你看這方向盤 它會拉扯 有沒有 它會拉扯 希望是拉桿 拉桿比較便宜 方向機比較貴 你看我們這樣平管是不是有用 店長才會拉媽的 摸著燒 怎麼辦 老闆從那一台 呵呵呵 我就附好平管這樣 附好扶 你看 我的彎子放上去以後 超安靜 這邊都沒有聲音 沒有 再怎麼彈跳都沒有聲音 有沒有 對 人人都有 而且還很實用 超棒的好不好 發現雖然它 我們過了 剛剛過了一連串這種大小坑洞 其實它內 你很少聽到它內裝發生 發出那種稀稀疏疏的摩擦聲 內飾這些東西 不會有那種 快快快快 塑膠聲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常常在講的 組裝的產地不一樣的差異性 真的是有差的 大家不要欺騙自己 哪裡組裝的東西 真的是有差別 有人買VDN的 不喜歡買這個印度的 有沒有 有人喜歡買德國組裝的 為什麼會有中 一定就是有差 你看以前 我們常常在講 你除了組裝的東西以外 板材其實也不一樣 不管是外觀的板件的材料 跟內飾的材料 跟內飾的材料 其實質量都不一樣 以前最明顯的就是 我們最常講的 K6 K8 國產的四門對不對 南洋的嘛 跟美歸進口的 Cube 它活到十幾年的時候 國產的 K6 K8已經開始生鏽了 可是Cube 都還沒有生鏽 還有第二個是 體現來開起來的時候的感覺 那時候的K8 Cube來講 它開起來就是整個 不管是底盤還是內裝 就是 紮實度就是 比國產的好 那當然我不是說 它一定要跟它一樣 因為賣的價錢不一樣嘛 對啊 當時Cube 我記得那種 喜美Cube一台 賣七十幾萬 國產的一台才賣 五十幾萬而已 十萬而已 對啊 它差那麼多 但我不是說它一定要跟它一樣 只是我在講說 這個東西是有落差的 真的還是有落差的 所以像 我覺得像這種 日規組裝進來的 這種馬三 就會很深得 我的喜愛 那其實我覺得 除了CP值以外 蠻多的東西 是在它的特殊性上面 我們看它開那麼久了 你有看到一台 五門的嗎 那個 對啊 那個 國產的看一堆 你看到五門的嗎 增添了一點 日本風 好不好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 這個五門的 日本進口的 五門日本進口的馬三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 這個 欸這一集沒訂閱要怎樣 跟泰山去假吧 不是 如果那個 這一集沒訂閱的人 走在路上遇到泰山 會被泰山打散 你知道有人那個 我們是選 票選那個穿搭 有人選三號 他說 我看了三號照片 我雞雞都印了 這算是表白嗎 阿呆阿呆你如果下次那個 不然你下次看到女生說 不好意思我看到你們 雞雞都印了 搞不好女生喜歡這種 屁啦 你不要誤導人家嗎 等一下你都被抓去喔 請不要誤導 好 se te lo dico davvero mi accorgo d'essere zero mattendo ad essere fuori fuori di me fuori di me fuori di fuori di fuori di me fuori di me fuori di fuori di fuori di me fuori di me 醬太山会不会生气 我每次都这样开玩笑 应该是不会吧 看起来很快乐 很奇怪 他被我亏 然后他觉得很快乐 很喜欢你吧 来 不要这样 有没有 你看这边有点变色 好 你看这个地方看起来是灰的 这地方变得有点 金金的 有没有 你看这边就是金金的 光线不一样 他这边又灰灰的 他这就是依照光线投射不一样 他会呈现不一样的感觉 变得了